好,各位各位,又是電影人的時間 剛剛看完這部《我的超豪男友》 本來電影人看到各大主流傳媒都做了這部電影的影評 我不想多說 但我看完後,對於這部電影來說 首先,我不會評論這部電影的導演公 或者是演員,演員是稱職,但不代表這部電影好看 首先,說一下這個所謂的crazy rich Asian 有多crazy有多rich呢? 首先,你聽到這個名字,你以為是說某個國家的土豪、暴發戶 穿著名牌西裝,但裡面又放了一件睡衣 或者是穿著名牌西裝,然後下面又穿對like波鞋 不是說那些,不是說那些暴發戶 他現在說的是新加坡的富戶 不止有錢那麼簡單,還是有文化 因為說的背景就是他父母也是劍橋畢業的 但問題就是他們有錢,有名望 但亦都好像楊子乾做的角色 當年他都不是首選 當年他都是含身忍辱地嫁入豪門 亦都反映了一入豪門就深似海 這部電影跟無線交劇沒有什麼分別 主要是因為婆式鬥訓 或者將來婆式鬥訓 或者電影之前,未上之前我已經說過 有點像番炒以前劉德華的黑馬王子 或者Cinderella Story這種電影 其實拍攝很多 但我想帶出的就是這部電影 現在在美國製作第二星期 第二星期仍然是臨莊成為冠軍 7500多萬 過億就沒有難度 令我想起十幾年前 其實亦都有一部差不多的電影 就是當年Tom Hanks投資的 我的大舊婚禮 是My Big Fat Creed Wedding 說的是異曲同工 其實他玩的是什麼呢? 他玩的是這個 玩轉美國文化 說美國文化是什麼呢? 我們自己看是絕對沒有新意的 譬如說這套人們會說 那是我的超豪男友 so what? 你超豪又怎樣呢? 就算全球首富 他們說標基 兒子要認識女朋友 標基都不能干預 這個就是美國文化 但是現在調到亞洲來講 那些人當然就說 現在什麼年代啊? 或者那些女權傻 或者其他平權傻 那些又會走出來說 什麼年代啊? 還有這些東西 2018年啊 這樣 事實是 那美國人 我自己剛才剛入場看 早場 看早場 都八成滿 那還是不是好 那還是很多主流 主流美國人去看的 那 為什麼他們都會來看這套戲呢? 有原因的啦 相等於我剛才想說的 就是我的 我的大舊婚禮 當時是說 現在在說 究竟婚姻大使 或者交結男女伴 這些 誤到父母主宰 這件事 究竟是 只是美國的文化 還是管著 只是管著 婚姻大使是亞洲人的文化呢? 其實不是的 你看看我的大舊婚禮 當時是說這個 希臘 他們婚姻也是 即是說一個 美國的男朋友 認識了一個 希臘的女朋友 要結婚 要過五關斬六仗 見了他們整個家族 姨媽姑姐 由上到下 太麻太爺 至到這個小朋友 即是告訴我們 其實 婚姻大使 要父母或者長輩作主 這是 不止亞洲人的文化 但美國人會看到 娃娃聲 小小聲 另外一件事 帶出我想說的 就是 譬如說 飾演 媽媽的角色 楊子瓶 她帶出一點 就是 其實我不妥理 不是因為 你出身卑微 而是因為你是美國人 是美籍華人 你本身是一個 中國人 但是 你的思想是美國人 美國人是重上一種 享樂主義 所以這樣說 其實她正在串 美國文化 她說 我們這些 中國人 或者我們這些 亞洲人 我們 是要 建立一些東西 是可以 sustainable 即是可以一路 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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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一代建立的東西 是為下一代的 正好 其實就講了 這個 中西文化的分別 最大的分別 美國人 你很少聽到 美國人 事實上是享樂主義 你很少聽到 美國人 那些有錢人過世之後 會有什麼增產 增加產 因為他過世之後 可能他那個 那個 已經寫得很清楚 那個遺租 他根本上 可能也未必有什麼 家產症 因為他那一輩子 他已經 要花了 響落了 當然 你要建立一些東西 給你下一代 有時候 有好又不好 都是一雙情願 你都會造就 即是 東方的文化 就是造就了敗家仔 敗家女 或者爭產 這些東西 十年八年裏 會出一部類似這樣的戲 都可以收到 這套戲過億 沒問題 聽說這本小小小 是有三部曲 我的超豪三部曲 現在在拍第二集 我覺得他都有吉利 因為 三十個Million 即是三千萬成本 沒有卡市 在荷里活 這個 根本就不是一個 不要說是 大預算 這個是中型預算 都不到 這個是小型預算 夠膽死在這個 八月 這個暑假 暑假尾聲 暑假尾聲 夠膽死上映 都有不錯的成績 都是那一句 我不是推薦大家入場去看 只不過是想講出 這套戲 和十幾年前的 我的大舊婚禮 和講出 這個東西方文化的差異 在這裏講到這裏 下次再跟大家 電影人 《珍珍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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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